PART05 晚间计划第三步 打造固定日程 让身体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我们想要努力坚持的是 本身通常都不那么令人愉快 所以更要调试心态 放松地执行 试试把自己想象成小孩子吧 哪怕只有细微的改变 也要多夸夸自己 你真棒 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不催促 而是慢慢地持续地进行 直到所做之事被身体习惯 成为固定日程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回到过去 从头来过 但你我都可以从此刻开始 创造新的结局 卡尔巴特 卡尔布尔 把一直想做的事 变成固定日程吧 意志力并非关键 小时候觉得每天在规定时间 重复做同一件事是非常枯燥的 现在我却认为这才是 稳定而舒适的生活 正如前文所说 管理日程进行晚间计划的目的 并非逼迫自己 而是为了能够更加从容地利用时间 每天在同一时间做同样或同类型的事 才能养成习惯 产生节奏感 所以我会把想要养成习惯的事 都纳入每天必做的固定日程 例如 睡觉前读书30分钟 早起做瑜伽30分钟等 这些看起来 只是有空才能去做的事情 一旦成为固定日程 即使没有很强的意志力 也能长久实践 制定晚间计划的三个步骤 以下三个步骤 能够帮助你制定一个容易进行的晚间计划 第一步 把计划具体到每件小事 第二步 每天在相同的时间重复执行 第三步 坚守设定的时间 即便某段时间你很累 在养成习惯之前 也请务必坚持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固定日程 想做到这件事很难 毕竟中途难免出现各种导致计划泡汤的变数 据我观察 比如 坚持运动这件事 很多人都会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放弃 刚开始时 大家都会坚持正向思考 但是时间久了 难免松懈 所以一味地为自己加油打气 靠意志力坚持是有勇无谋的做法 起步的第一阶段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尽量把事情的难度和负荷降低 形成最小单位的固定日程 之后再一个一个增加 这样未来才能建立可执行的更大的目标 记得时刻提醒自己 我们都很容易做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挨子 所以即使已经是离开学校的成年人 在制定日程时 也最好把自己当成小学生 只有当我们把事情化繁为简 变得像呼吸和吃饭一样自然的时候 才能够好好坚持 从小而简单的事情开始 这样说并不是在低估我们的能力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再怎么伟大而困难的目标 归根结底都要从小事开始 只有做好每一件小事 才能成就大事 如果你心中的理想是一堵高墙 那么每天把例行的小事做好 就像是在一点点架梯子 很多人每天只是盯着高墙看 却从没有想过架梯子 还挫败地说 别人都做得很好 为什么只有我连这个都跳不过 殊不知能做好大事的人 并非天赋异禀的成干跳高选手 而是每天默默把梯子搭得很结实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如何让固定日程变得更加简单有趣 以及如何坚持执行的方法吧 不要在过度热情的时候 冲动地开始 小心阴夜费时 有时候我们会心血来潮 突然想要开始认真生活 这时我们往往会积极寻找各种能够增加动力的事去做 比如听励志演讲 不自我提升书籍 告诉自己 今天一定要和昨天有所不同 我一定要成为崭新的自己等等 但是 带着这种过度的热情 开始某事时 往往会步入歧途 就像饿了很久 眼前突然出现一堆美食 很容易狼吞虎咽吃到噎住一样 突然开始一件没做过且不擅长的事情 也很容易搞砸 斗志满满时制定的目标 放到状态不好的时候看 只会感到遥不可及 很容易马上放弃 更严重的是 这种过度热情后 又过度失落的情况 反复发生 就会产生算了 我就这样了的思维定势 想法越来越负面 这就是我在前面强调 要从小事做起的原因 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琐碎之事 不断积累 就会让你产生成就感 强化我是有能力的人的正面暗示 让成功本身也变成一种习惯 解决小事 也能为我们带来掌控感 当小事一个接一个地被解决时 我们就会有招这个趋势 做成大事的底气 这种时候 我们的潜意识里 已经有了其实没那么困难 我都可以做好的正面想法 不论是在校园里 还是在职场上 我们身边都不乏那种 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 难道这些人都是天生优秀 或者运气好吗 更大的可能是 他们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从生活的小事中 积累了成就感和自信心 从而也有了顺势在各个领域 成就大事的力量 把事情的难度降到最低 把计划具体到每件小事 就是要在开始做计划的时候 就把事情的难度 尽可能地降到最低 举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你决心学好英语写作 那么请不要从一开始 就定下每天听一个小时 英语课的计划 而是从每天背三个英语句子开始 利用晚间时间学好英语 是我们的中长期规划 但其实目标可以定小一点 这样才容易获得激励 自己坚持下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这类事情看起来 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即使完成了也不是特别厉害 但也正是因为事情小到 让人觉得不需要任何条件 就能马上开始 所以无论多么忙碌 多么疲倦 都能打败想要找借口的欲望 继续坚持下去 完成小事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更有意识地鼓励自己 哇 我做到了 真厉害 这并不是夸张 也不是矫情 因为这的确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不论是多小的事 把它变成一种新的习惯 都是挑战 毕竟很多人连一小步都不敢迈出去 永远过着和昨天一样的生活 所以 只要我们的生活相比于昨天有了一点点不同 都是值得庆贺的 这也会让我们获得在明天更进一步的动力 另外 等到这样的小事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形成习惯之后 便可以尝试扩展它的难度 届时 你会惊喜地发现 自己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做成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专注发展自己 而不是盲目和他人竞争 我虽然个性散漫 但在做事的时候 却意外地有好胜心 从小就喜欢逼自己 比别人做得更快更好 宛如一头松开绳子 就会扑向目标的斗犬 攻击性很强 这是因为我会习惯性地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竞争 所以刚一开始就想快速达到高水平 甚至就连冥想这种需要放松的事 我也忍不住催促自己尽快学会 冥想原本是为了清除被欲念覆盖的妄想 却很讽刺地被我染上了功力的色彩 虽然后来我领悟到自己不该这么急躁 但认识到这一点时 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当下一心只想表现好做得快的欲望 蒙蔽了我的双眼 后来当我知道有些事情需要燃烧能量去做 有些事情则需要慢慢享受稳稳坚持时 才发觉有很多事情我会中途选择放弃 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冲刺 而这几乎耗去了我的所有精力 刚开始安排晚间日程时 我也非常急躁 如果现在再让我在困难却见效快 和简单却容易坚持的计划中选择 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有人说人生不是短跑 而是马拉松 但我认为人生更像是一场 不会设置终点的散步 走到中间感觉累了 坐下歇一会儿也无妨 发现漂亮的花朵 驻足欣赏一番 也不失为乐事 带着这样的心境一步一步往前走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就没有不能坚持下去的事情 抛开我应该的想法 越是真正想做的事情 就越要抛开我应该的想法 放松是第一要物 带着自然而然的心情 做起事来会更容易 人的天性就是如此 当我们太过看重一件事情 压力过大 身体就会产生抗拒 越是被强迫去做的事情 就越是会产生逆反心 怎么都不想做 即使勉强开始了 失败的概率也很高 我们往往会认为 每天在同一时间重复 做同样事情的人 一定是充满热忱 且善于自我管理的人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其实并没有花太多力气 就做到了这件事 即使偶尔打破一次固定日程 他们也不会自责地说 我果然不行 我的意志力太弱了 如果赋予了某件事情 太大的意义 那么无论是开始 行动还是失败 都会产生过多情绪 而情绪本身 就会耗去很大能量 让我们患得患失 心力交瘁 即使是非常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放松去做 我们之所以认为 某件事很重要 往往不是因为 那件事情本身的意义 多么重大 而是出于我们习惯性 看重某事的思维定势 所以放松一点 愉快一点 集中精力 做现在能做的事情吧 卸下担子 反而能走得更远 像大人一样思考 像孩子一样行动 不论如何 都要有趣 我们想要把它变成 固定日程的事情 在开始时 大都不会那么愉快 如果你真的感觉 做某件事很开心 那么根本无需刻意提醒自己 就已经在行动了 时间管理并不是要逼自己自律 明明不开心 却还要强迫自己 只会愈发疲惫 行动力降低 最后责备自己 是世界上意志力最薄弱的人 前面我把自己比喻成小孩子 说要从最简单的小时做起 那么现在不如再降一个等级 把自己当成小狗吧 训练小狗的时候 需要给它灵食 作为奖励 当小狗按照指令 坐出坐下 站起 等候 伸爪等动作时 主人就会给它灵食 久而久之 就能促使它自发完成这些动作 作为人类的我们 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奖励 比如 如果自己遵守了一个月的固定日程 那就痛痛快快地 一口气追完 因为太忙而迟迟没看的电视剧 或者吃一顿精致大餐吧 这样在开始时就定下奖励固然好 但更好的做法 是让事情本身变得有趣一点 虽然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但与其强迫自己重复做没意思的事情 不如动动脑筋 努力想想 怎么才能让事情变得有趣 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就是创造能够让自己 得到享受的环境 分享一个 居家锻炼的朋友的例子 这位朋友觉得在家健身太枯燥 于是买了个可以旋转发光的球状音箱 装在房间里 每次训练时都会打开灯光 大声播放音乐 但是时间久了 他又开始感到无聊 于是就改变运动项目 玩起了任天堂上的舞蹈游戏 每次都大汗淋漓 且因为很有趣 也不会觉得很难熬 同样的 如果读书久了 感到厌倦 不如试试播放一点自己喜欢的背景音乐 开个香薰灯也可以 何必非要强忍住厌倦感 逼自己去做呢 试试从有趣的角度入手 坚持摸索 就会看到新的出路 成果必须显而易见 让成果被看见 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 我们列入长期计划的事情 短期内大都看不到明显的成果 今天忍住不吃巧克力 明天也不会突然变瘦 今天多看几页书 明天也不会马上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专家 然而 我们为了眼前看不见的成果 必须延迟满足 这种感觉就像被迫接受诱惑实验的人一样 每天只能在忍耐中度过 实在不太好受 让成果变得显而易现 才能体会到行动的乐趣 我在制定新形成时 会使用一种叫做Habit Tracker的习惯追踪记事本 网络上也有类似APP可以下载 Habit Tracker是一种把每个月分成30亿格的表格 你可以设定每天阅读至少100页的书 或者每天做100个深蹲 这样的目标 执行完毕后 在相应的日期上涂上颜色 填写这种表格时 为了不想留下空白 我会更加积极地行动 看到涂上颜色的格子不断增加 就会感到非常满足 从而产生更大的动力 这种习惯追踪记录法 特别适合学习新事物的人使用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记录下自己学习的过程 例如 学习游泳时 你可以把第一次练习自由泳的姿势拍成视频 如果是学习英语口语 就把第一次练习的过程拍摄下来 或录成音频 学习乐器也是如此 过一段时间 比如一个月或两个月后 再拍一次视频 与刚开始时比起来 就能看到切实的提高 如果你感受到了不知不觉中增加的实力 那么后面再做这件事的时候 也会更加愉快 仿佛有加倍的能量 目标也会更容易实现 另一种情况是 不管你怎么努力 每天依然无法规律地坚持做某事 那你不妨重新考虑看看 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变成习惯 它真的非做不可吗 如果你只是因为羡慕别人做到了 害怕落后 所以自己也要做到的话 大可以不必如此勉强 必须在每天同一时间 重复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无异于一种酷刑 但如果对于自己发自内心 想做且必须要做的事 就努力让它变得有趣 或拆小单位 降低难度吧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行不通 不如就此放手 能做到毫不留恋的放弃 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 像中庄系统一样 重塑自我形象 改变自我认知 人们往往会在无意识中 给他人贴标签 那个人好小气 这种老好人一定会吃亏 他 他是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的类型 人们对身边的人 往往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对自己也是如此 我擅长什么 不擅长什么 讨厌什么 对什么没有自信等等 很多时候 正是这些自我认知 决定了我们的行动 且通常是限制了我们的行动 例如 自认为没有运动天赋的人 往往不会做运动 但其实只要尝试看看 总能发现 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项目 如果连尝试都不开始 就只能一直认为 自己是没有运动天赋的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 太过负面 周围的人也会被当事人影响 进而加固这种负面印象 例如 如果你因为有过在聚会上 被人忽略的经历 就断定自己无法融入新团体 那么即使之后 有机会认识新的人 也会产生心理阴影 想要逃避 渐渐的 你身边的朋友 也会觉得这样的场合 会让你觉得不自在 不再邀请你参加类似的聚会 随着与陌生人见面的机会 越来越少 你也会更确信 自己就是一个怕生的人 这种固有认知 不仅会让人自我限制 也很容易使人陷入 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 因此 有人提议 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尝试 让这种循环 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比如 不断告诉自己 我很勤奋 我很擅长运动 我很细心等等 这些人认为 只要反复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大脑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但我不认为 数十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 会因为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简单自我暗示 而发生改变 如果可以的话 每个人都能轻轻松松地脱胎换骨了 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好事 我是很厉害的人 如果想以正面形象 重新定义自己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付出努力 取得小事上的成功之时 用适当夸张的方式 来夸奖和激励自己 例如 从不尝试运动的人 不管再怎么窝在房间里 暗示自己 其实我很擅长运动 只是不去做而已 潜意识也不会相信 真正的有用的做法 是降低门槛 每天做一点最基础的运动 比如 在家门口跳绳一百次 这样 并不会出很多汗 但只要冒出一点点汗珠 也要痛快地洗个澡 尽情享受清爽的心情 想象自己刚刚跑完马拉松 喝掉一大杯水 爽朗地告诉自己 哇 原来 我也很擅长运动 像这样把自我暗示和行动结合起来 才会有效果 即使是再小的行动 也没关系 小朋友得到夸奖就会很开心 然后更加干尽十足地去做事 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这里还是想再强调一下 想在日常生活中制定新的固定日程 就要像对待小孩子一样 对待自己 要让自己看到 哪怕只是不起眼的成就 然后请尽情地自我赞美 浮夸一点 告诉自己 你真棒 你不是个懒惰的人 你其实很厉害 一步一步改变脑海中的固有印象 重新塑造过的形象 就像重新安装过的计算机系统一样 当你的自我认知变得正面 无论未来要面对怎样的选择 都会反射性地做出符合自己新面貌的更加积极的决定 想象帅气的自己 想要重塑形象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帅气做事时的样子 2008年 SBS首尔广播公司播出过一部叫做《神的天秤》的电视剧 这部律政题材的电视剧开头就是学生们在司法研修院学习的场面 男主也是在此时登场的 他在图书馆熬夜学习 中途太困 决定趴下小气 担心睡得太久 便把手机闹铃设成了振动模式 还用橡皮筋把手机绑在手腕上 以防自己不能及时醒来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 男主为了成为好法官而拼命学习的样子实在是太帅了 从那时起 每当我不想学习的时候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男主的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他 想象自己学习的样子也是又帅又认真的 很神奇的 这样想过之后 我竟然真的没有那么累了 原来使用这样简单的方法 也能重燃斗志 每当我要录制上传到YouTube频道上的视频时 都会精心挑选笔记本 字也写得非常工整 非常费心地拍下自己用功学习的样子 没错 我也许是把视频中的自己包装得比现实生活中的更美好 但那并不是虚假的 并且我坚信 只有让观看的人觉得赏心悦目 才能激发出他们的动力 这么做看上去有点幼稚 可人的天性原本就很单纯 如果能够体验到 我学习的样子很迷人的心情 原本辛苦地学习也会变得很愉快 并且 把劳心劳力的事情变得轻松 才能坚持得更长久 要记得 辛苦地做着困难工作的人是普通人 能够举重若轻 轻松快乐地做辛苦工作的人 才是真正的高手 并肩前行能走得更远 给自己寻找一个同行的伙伴 一个人努力久了 难免会在某一刻突然失去信心和动力 陷入情绪低谷 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白费利器 这种时候 如果有同行的人一起 就会更加轻松 不仅可以互相监督 也能增加坚持下去 继续向前的动力 事实上 不论什么事情 一起做的人越多 人们就会对自己的行动更笃定 毕竟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喜欢给人泼冷水 日常把每天做这种事 能有什么好呢 挂在嘴边 这种时候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有信念 也有行动力的人 你就能获得支持性的力量 而且 如果加入自我提升类社群 自然就能讨论 有建设意义的话题 在这种正面环境中 表达自己 本身就是改变的契机 也能帮你避开就有恶习 远离混乱的过去 在我创建的习惯养成类团体中 每天写每日计划表小组的人气最高 每个月报名的人都会马上满额 但即使是对这件事感兴趣的同好 第一次使用每日计划表时 也会感到困惑 怀疑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行吗 也无法确信 自己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有用 这种时候 如果有前辈或组长分享个人心得 就会帮助新成员打消不少疑虑 看见别人长期写记录之后发生的变化 他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中获得一些信心 活用社群的方法 然而 参加线上社群活动时 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由于社群中都是一些理念相近的人 很容易产生高度同质化的观点 人们甚至可能把错误的观点当成真理 自己却浑然不觉 常见情况是 当大家在讨论某个话题时 总会有几个强势的人首先站出来发表意见 带动舆论 即使他们的观点并不对 人们也很容易出于从众心理 盲目听信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更理智的声音出现 社群中只是不断重复既定的观点 那么这群人就都会成为偏执的井底之蛙 所以 务必提醒自己 保持清醒 努力不被各种舆论风向淹没 此外 即使是针对同一主题举办的聚会 中间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就拿我所在的素食组织为例 组织里有很多种素食主义者 有的人是不吃猪肉 牛肉等肉类 但会吃海鲜的鱼素主义者 也有人 是连牛奶 鸡蛋 蜂蜜等动物身上的副产品 都不碰的全素主义者 更有一些人严格到不穿皮夹克和羽绒服 虽然具体形式方式有所不同 但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动物和环境 群里的全素主义者 并不会指责鱼素主义者吃海鲜 羽素主义者也不会特意 把自己吃大闸蟹的照片分享出来 与其强硬坚持自己的主张 以此为唯一正确的标准 不如从更宏观的层面 在大体价值观相同的基础上 彼此接纳 互相尊重 这是所有网络社群都需要有的心态 彼此之间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就能避免为没必要的小分歧而争执不休 奢求每个人 都能体谅自己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是 在别人看来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 组织者实现制定避免纷争的规则 也是很好的组织方法 一个人或两个人都无妨 创建网络社群听起来是一件工程量很大的事 但其实不必想得这么复杂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独立做事 那很好 如果自己开始很难 那就找个朋友一起做吧 比如运动 即使只有一个一起去健身房的朋友 也会比你自己锻炼 更容易坚持 当我写作遇到瓶颈 难以继续的时候 也会把读研究生的朋友叫出来 在咖啡厅一起工作 我写文章 朋友写论文 虽然大家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做不同的事情 但注意力的确更加集中了 我们也会分享各自的难处 在讨论中 还能收获不少好点子 一个人暗暗下决心 反悔是很容易的 但如果约好和朋友见面 就会不好意思无故爽约 只得行动起来 这也是提高行动力的一个小妙招 虽然结伴做事有不少优点 但也有许多人更喜欢独立工作 如果是这样 那也没必要逼迫自己加入社群 或者找到同伴 重点在于能否找到行动的诱因 让你活力充沛一整天的晨间日程 每天早上听到闹钟 强迫自己在困倦中睁开双眼 叹一口气 匆忙准备上班 此外无暇他顾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晨往往会为我们这一天定下基调 那么 如何才能改变疲惫的早晨呢 睡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早上也是 很多人习惯醒来就刷手机看新闻 但我尽可能不这样做 因为很难不看到令人生气 悲伤或担心的消息 更别提网上 还充斥着力气满满的恶意留言 我不希望以负面情绪开始一天 所以会刻意避开 此外 做一些能够积累成就感的小事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的晨间计划 会根据不同情况发生变化 但最近维持了一年多的日程 是起床后运动 写每日计划表 以及阅读十分钟 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做起来没有太大负担 非常适合作为一天的预热 运动 早上 是我经历充沛的时间段 比起晚上 更适合运动 更重要的是 一想到下班后 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 做运动 我就生无可练 因此 选择把运动 安排在起床之后 此外 空腹状态下运动 也更容易变瘦 但是 在一整晚的睡眠之后 身体会变得僵硬 所以如果你也想沉练 一定要记得充分拉伸 做好准备活动 写下今日决心 查看任务清单 运动结束后 我会一边吃早餐 一边打开每日计划表 写下今日决心 并查看前一天晚上写的任务清单 你可能会有些疑惑 任务清单和今日决心有什么不同吗 前文中其实已经说过 任务清单是按照重要程度排除的今天要做的事情 今日决心则是对自己新一天的期待和要求 比如 我会写下今天要努力倾听 不被莫名出现的情绪操控等目标 然后看着昨晚写好的任务清单 想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阅读十分钟 获得短暂而深刻的满足感 早上的时间有一个特点 也是优点 那就是不用担心任何人来打扰 下班后的晚上 可能会有约会 或其他突发情况 但是早上的空闲时间 是相对固定的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 是不会被打扰的宝贵时光 所以更要善加利用 我喜欢在早上读一会儿书 虽然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分钟 无法阅读大量内容 但是能在一天开始时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 就非常能让人感到幸福 晨间运动让我觉得体力充沛 阅读则会带来平和的精神上的愉悦 这两件事都能为我做好 迎接美好一天的准备 早餐 我每天一定会吃早餐 根据我的经验 吃过早餐和没吃过早餐 上午的工作状态会有很大差异 特别是如果你一上班 就感到筋疲力尽 坐在座位上无法集中精神的话 那么比起喝咖啡 吃早餐要更有用 很多人因为担心消化不良 而选择不吃早餐 那么其实可以尝试一下红薯 猪等不会对肠胃造成负担的食物 光是好好吃早餐 这个动作 就有可能提振你一天的精神 助力高校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